到刘俊耀,与美人连喊不舍郑宏怡之礼爱,没想到这么快。 与美人因过去主持新闻哇哇哇与刘俊耀熟络,人在意大利的他听到刘俊耀病逝噩耗,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已经一段时间没联络,真的很不舍,他以社会线记者来讲绝对是活字点,而且非常疼老婆,真的很不舍啊。 同样认识刘俊耀多年的郑宏怡也表示,知道他瘦了三十几公斤,看了很舍不得,他是很有大哥风范,很够意思的人。 他跟太太很重视生活情趣,很爱猫,养了很多猫,还记得我们以前在中国时报一起打垒球,他体能很好,虽然知道他离爱,但是没想到这么严重,这么快就走。 他也透露,当年刘俊耀在news98电台做节目,曾邀他上节目,他指刘,希望我上节目谈台湾要团结,蓝绿要和解,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,就欣然前往,往事仍利利在目。 ,好看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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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